現在 你們現在叫主計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 你們的原額人數變動是怎麼樣 你按一下麥克風好不好 你這樣講 原額我們100 職員的部分104年度是491個人 491個跟 那個 俗改之後是一樣的 你們有沒有超額 帶金檢的人員啊 然後居然去用派遣勞工 是不是有規定不可以 104年主計總處的預算原額中工有機工含駕駛有限 有超限原額 但是你業務付費裡面就編列2361萬 1000元要禁用臨時人員 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時間有限啊我每次問你都不回答我真不知道我怎麼質詢你耶 那是調查人員啊 恩我們沒有超過規定的標準啦 沒有超過規定的標準 所以我們立法院的預算中心講的這個不是事實 那我要再瞭解一下預算中心的那個講法是 再瞭解一下再瞭解一下我這個惠琪也在諮詢你這一次啊 再瞭解一下什麼時候要跟我回答 好啦我反正我反正我早就說過我每次問你你都沒有你都是不願意回答的啦 再來 你們主計總處 這個原額 人數 如果照我看到的話 員工數是從101年的 約830人 到104年是到812人 減了18個人 有精減當然是好 但是相對的人數雖然在精減但是你減任員額的比例 卻大幅的提高 還是做不一樣的事嗎 還是說因為精減的時候 剩下的公務人員都要應該要弄得比較高階呢 因為檢任人員啊 主改之前比例非常的低 所以這次主改之後調整但是我們還是在規定 距離規定標準 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 主改前 檢任比例11.17% 事實上是跟 很多機關比是相對偏低 那這次主改之後調完 是14.99% 那規定的上限是25% 跟許多機關比我們是算偏低的 組織改造 目的是要精減人力 然後業務的一些的整併嘛 這是主改的目的 那如果主改目的是主改之後要讓你的機關裡面的檢任人員增加人數多 你要跟我們講他的原因是什麼 是你們的工作變煩重了呢 照理來講 整個行政體系的公務人員系統應該是一個金字塔型的啊 比較上位階人數會是比較少啊 那 以前 830人的時候你的 檢任人是61個 到現在812個你增加變79個 比例就 全行政院所有的組織改造主機總數是第一面 增加最多的 檢任官 公務員報告我們調完之後比許多的機關還是相對偏低 因為我們的幾十年都沒有動過 那主改的話就希望把它調得比較合理化 但是我們的原額沒有增加的 好啦 但是我跟你報告喔 組織越精簡結果你的人事經費越用越多了 一方面當然是 跟這個也有關係啦 那 照顧公務人員不是壞事 但是要看他的 職務上的需要 好不好 是 我看 請回座好了 謝謝 來 我們請沈記長 我們現在請林沈記長 沈記長跟你請教喔 新北市政府的 新北市的審計處的處長 是什麼時候換人啊 梁處長 對我知道現在梁處長報告裡面有啊 我說前一任的是什麼時候離職 他是 根委報告他是這個 新北市審計處第二任的處長 對啊第一任的處長是什麼時候離職 已經退休了 我知道啦 我問你什麼時候嘛 什麼時候 近一點回答 因為你那邊沒有麥克風 我耳朵不太好 101年1月16號 您到這邊來打好不好 到麥克風前面喔 這樣也才有紀錄 是 7月16號 101年7月16號 101年7月16號 所以已經退休好幾年了 前幾天報紙發表說 當然去當國民黨行管會的 這個 主委是這個 不是 他那個是 台北市政府的 主計處處長 台北市政府的 主計處處長 主計處處長 我看成 我報紙這樣看成 新北市的審計處處長 不是不是喔 好請回座 我現在要跟你問的問題是這樣子喔 你 立法院預算中心的意見喔 各縣市審計處 施政計劃 績效目標值偏低 未達機率效果 新北市最嚴重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根本報告就是 我們在每個年度開始 會訂定這個 輸政計劃 這個計劃包括 估計 這個機關的 狹損機關 然後我們要 損得快去報告 跟原則憑證 還有財務收支 戳查 的一些 意見的一個建數 這個建數 在年度進行中 那麼我們會追蹤 但是有時候 這個機關的一些組織調整 那麼會有少數的漏差 我們都在合理的範圍 對啦 你講這個我懂 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 各 直轄市都這樣 新北市的最差呢 這是我們 立法院預算中心的意見啊 說 各縣市審計處 施政計劃 績效目標值偏低 未達機率效果 新北市最嚴重 新北市嚴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來自新北市 當然會關心這個問題嘛 各位的報告就是 像機關他在 檢送各種資料 他的時間延後 那我們實際上辦的建數 也會跟著減少 但是在 這個如果說是機關嚴例的話呢 我們都會去督促 會去吹辦 那本身的嚴例 當然我們會做一些檢討 對啊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啊 我現在 這是一個比較的問題 我不是在跟你講說 你的業務範圍是什麼 我是比較 至少有六督吧 六個審計處 對 那為什麼新北市最差 你了解過嗎 我想這一塊 我們有一個 嚴考單位 都會 來做 定期做檢討 我願意對最快 我再會去做一個檢討 來跟委員提出 所以你們 對於我們立法院的這個 預算中心的意見 是從來不參考的 今天你要來業務報告 立法院預算中心的意見 當然就是我們作為問證的根據啊 你們怎麼這樣準備 你是 坦白講那個是已經洩題給你了 然後你們都 不想去了解這樣子 那個 梁處長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來 來 請 你要這個說 幫我言 你知道預算中心這樣子寫你嗎 我了解了解 那什麼原因 這個是 蠻大的一個部分是 動字 那個 預備金 的部分喔 是因為 剛改制的時候 預算的編列 不是那麼清純 所以這個部分的 佔的比例蠻大的 啊 剛改制的時候 預備金動字的 建數減少了蠻多的 就是 這個部分 比例蠻大的 所以呢你們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改制已經那麼久了 你說剛改制 其實台北線喔 升格為新北市之前要經過一個準時下市的階段 他準備的期間是比其他 突然之間升格的要 要多很多 所以你還跟我講說剛改制的時候這個 預算的編列有問題 所以那個預備金動字的比較多 我 我這樣子好了 主席我要拜託 因為他們現在都沒有資料喔 你要提供一個資料給我 你 從 新北市政府 從台北線 到準時下市 到新北市政府 他的用人 他的預算 他的決算 這些的統計數字 我說他的用人包括 這個公務人員跟包括教職人員喔 我知道公務人員教職人 人數增加很多 那人事 經費支出增加多少 這個退府經費增加多少 最後 還要看看公務人員的值等 往上提高了多少 像我剛剛問主計 主計長這樣子的 檢證公務人員增加了多少 這一些數字應該要 弄得清清楚楚吧 好我希望 全國最大的直轄是 如果以人口數來算是新北市啊 所以梁處長你的責任很重大 尤其新北市這些年來升格 預算從我在台北線 我當基礙秘書的時候 700多億 交往最加減最高不到900億 現在已經變成1600億了 還入貨不出 還要想辦法發行公交要借錢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 能不能清清楚楚的報告 讓我們有一個整體 非常清楚的這樣子輪廓 包括人員的禁用 值等的晉升 人事費用的增加 還有哪一些是中央政府移撥單位 造成的什麼影響這些資料都要 詳細完整的資料才可以啊 可不可以省長 報告就是在五都這個改速以後呢 現在六都了啦 預算員額都有 比這個改速前來的增加 當然新北宿政府他在 改速前跟改速後呢 他增加大概百分之六的一個 不止啦 百分之六 開玩笑 你說是錯的 我跟你說 報告主席我請他兩個禮拜那要提供資料給本席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這些資料 是的就是整個這個 五都改速 六都 我一在跟你講說現在已經是六都了 增加6 那我們這個新北宿的部分 我們再請這個 新北宿審計處來做個整理 資料要完整啊 不要隱膩啊 拜託 好謝謝 那你們就把資料提供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福委員 我們請你多諸一張 餐賞 我們請你多多次 我們請你多多多多個 我們請你多多多個 多次 我們請你多多多幾個